警方今早传召行动党四眼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到警局问话 以针对早前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同婚立场言论展开调查 杨巧双的手机、社交媒体账号和密码已经按照要求上交给警方 目前没有任何指示会二度传召杨巧双入供 四眼末国会议员杨巧双早上10点在律师哥冰心和沙尔站的陪同下抵达伍吉阿曼警察总部 针对他最近在面子书批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西地再拉的帖文录取口供 全程花了大约一个小时 杨巧双的代表律师哥冰心叫后向媒体表示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505至西条文 需导致公众恐慌及破坏公众安宁 和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23条文调查案件 当被问及警方会不会再传召杨巧双问话时 哥冰心表示目前警方没有任何指示 但如有需要他们会全力配合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